把一些比较亮的地方处理一下 然后最后才画一些小船 不需要处理得很清楚 记得颜色里面就是不要只是单纯的 就是一个颜色 还有远的地方也是 如果可以的话 加一点点变化 像这个船呢 好像是红色 可是不要让它这么红 有些黑的地方 你可以加黑一点 稍微点暗一点 靠近船的这些地方 当然也会稍微的暗一点 有的地方重叠它 最重要是处理它的颜色 不要只是一个颜色 让它有点变化 这个远远的帆船 船身不会很清楚 有一些小白船 白色不要太多 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 可以排一下 有的高一点 因为没有一定的高度 有的在码头里面 不要太多 稍微的排一下 只是不要排得太整齐 就是有的高有的低 还有有的比较白一点 不要让每个地方都很白 房子的旁边有一些船 还要再加一点码头的颜色 不要只是看到船 你还要再回去把它架一下 让你的船有一些地方可以靠 不要让整张头都非常的暗 你可以稍微的有些地方加亮一点 还有你的海路要亮一点 你也可以稍微的加暗一些 前面的这个车道的这条白色的线 不要画得很清楚 你在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它慢慢的不见 把一些地方要把它省略掉 你不用把它画完整 大概的交代一下就可以了 甚至于有的不要画 不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大约的隐隐约约的 远远的这些房子 有的地方你可以稍微改亮一点 远的地方稍微处理一下 不要颜色都一样 这些小的细节 有些地方需要Docker一些 稍微的把船下面修暗一点 可以把天空稍微改亮一点 尽量不要跟后面的船一样的颜色 or make it a little white perspective稍微的修一下 it should be 比较暗 就是先把暗的地方处理好 button and inside 先画暗的颜色 绿色加蓝色 加一点点的purple 模糊的哦 不是一片一片的叶子 暗的颜色在下面 要留一点space for background 靠近车子的地方稍微的暗一点 可是不要都要画得满满的 这里有一排树 要慢慢慢慢的越来越靠近这儿 这边也是要去把那个层次处理起来 下面暗一点 Cabuca you should fold it 有深有浅 这个最暗的上面呢 让跟它接近的tone 油桶的后面呢 你要画的是tree 是bright或暗的 要先决定好 房子也是要先画好 这个旁边的tree 不要只是用original的green 你要加一点点orange bright的green 这是静的树 这是下面的树 所以能弄清楚一点 这边也是 最后呢再把黄色加上去 黄色withgreen 如果要更亮一点要加黄色 开始修正所有的地方 好像后面的海跟天空颜色很接近 可以稍微的把它加深一点点 因为要修正这个房子 所以要先把后面补好 就是perspective 应该是比较扁 然后呢会比较高 试着 伯 Size 尽量的照原来的 稍微的淡一点 它是要去接这个屋顶 所以它斜斜的 其实它 注意这个perspective 然后越靠近外面的会越亮 这种地方 你可以稍微加上暗色 颜色不要太亮 然后加上medium tone 好像如果你是用 Tam 那就多加一点点brown 就是让它颜色不要太bright 比如说这边有凹进去的地方 这边有shadow 要去修正窗户 先画一下大约的位置 观察一下窗户的大小 还有它的位置 先把这个perspective改一下 注意一下perspective是不是对 越下面呢 的perspective就会越明显 Table car 压宽一点 车子就不会觉得太长 保留你本来画的这个basic的color 保留你本来画的这个basic的color 不要把它整个涂掉 画的是expression reason 所以不要画得太清楚 可是你的shape perspective是对的 这些detail呢 稍微的touch一下就可以了 像它前面有logo touch一下 acrylic就做median tone 那如果是oil painting 你先做dark tone 不要去做太多median tone 先做and 的 影子必须要跟它的town 是一样的 哪有什么 你不要把它畫得很大 那也許可能不是只有一個人 可能有兩個人 動作不一定要一樣 所以我們只放一個高一個低 cable card下面 他們站的地方 稍微的處理一下 不要只是黑黑的 touch一下 那越後面越窄 Dark color 先做出來 好像他們的後面 他們中間站的地方的暗的地方 黑色 先放在裡面 Dark brown 它地上是有 shadow的 但是不是整個是黑色 要加一點點藍色 的tone 在你的影子下面 不要只是畫上黑色 cable card的影子很清楚 尤其是sunny day 不要把cable card的影子畫得很淡 因為這個是晴天 cable card shadow 不要太平 有些地方就要暗一點 暗色的裡面不要只是黑色 線 有一點被遮住了 他們站的地方 會在下面這裡 所以不要讓下面這邊空空的 這邊要加一點讓它站 影子呢 稍微的不整齊 會比較natural 這個cable card的線 你可以稍微的touch一下 有一點點 短短的reflection在裡面 expression reason 有時候要有一點自己的 感覺去修改 還是要reasonable 還是要合理的 補的時候要相當的小心 稍微讓它厚一點 補一點變化 然後再加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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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點點 深咖啡色 把這個瓦片 tap出來就可以了 顏色不一定是一樣 這個是expression reason 你就是畫 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沒有 所以不要只是 放dark color 你也可以換一些tint 尤其是你看到比較亮的地方 你就加一些 這個窗戶下面的這個房子 有一點點shadow 稍微的話按一點點 不要跟你的牆壁插太多 按一點點就可以了 有些這些basic的shade or shadow 你就會比較好處理light的地方 如果你不先做什麼 這個shadow 就很難做這個亮的地方 把房子修好 近處的車子的顏色 也修整一下 再來要做 稍微細微的部分 有些cable card 然後再做房子 然後再做房子 點描一下 點描一下 但是不要畫得很清楚 用印象牌的方法 expression reason 房子的detail 稍微的把明跟暗畫好 要比cable card模糊一點哦 畫房子 不要用純白色 你要帶一點點 cool color 或者是worn color 盡量是cool color 因為它的屋頂是worn color perspective 比較明顯的 你不會看到窗戶的全部 有些地條 稍微的 修整齊 但是不是要很清楚 修整齊 不一定是很清楚 兩邊都很亮 因為太陽呢 有時候會有reflection 你可以稍微的 讓它有一點顏色 長在裡面 不要看到白色 全部畫白色 有一些detail 你可以把它省略掉 不用畫得太多 窗戶看起來 都像一條線 你就畫成像一條線 還是有perspective 要去觀察 要去看 有些地方稍微的畫亮一點 你可以加一點點 好像milk的顏色 先畫上影子 可能會重複 重疊在你之前 已經乾掉的窗戶上面 不用很清楚 但是shape要對 先畫暗的 先畫亮 先把位置定好 然後再把detail畫好 盡量的照著原來的 房子的樣子 它有幾個窗戶 是大的或小的 長的或是短的 先畫好 不要照這個意思 防止 要把形狀畫正確 但是不要畫得太detail 就是不要畫得太清楚 expression reason 注意不要畫得很清楚 但是形狀必須要是對的 要把perspective 一定要正確 要把perspective 抵露